做一個剪刀的遊戲 那基本上呢你可以參考什麼 之前的那個猜數字遊戲 猜數字遊戲是random 有沒有 然後random 那只是說之前我們是1到20 那猜拳的話呢 當然就不用那麼多啦 剪刀石頭布啦 假如因為我的邏輯是這樣 不然就是用1代表剪刀 2代表石頭 3代表布好了 用那個數字來代表 這樣子的話程式可以少寫很多 不然的話你要用文字去比文字的話 哇那很麻煩呢 串列還要再串一堆 因為這個程式的話 我是參考那個以前教有一本書 那日本人寫的 那日本人很奇怪 我們是剪刀石頭布嘛 那日本人是什麼 石頭剪刀布 我只是把它改一下 反正他石頭剪刀布 我覺得我不習慣石頭剪刀布是什麼 我就卡住了 所以我剛才把它改成我習慣的寫法 然後就 那另外的話 一般會是從0開始 012 可是我覺得012好像也是蠻卡的 所以我就用123 這樣好像比較可以直覺 所以有的時候 那個程式裡面的所影值都從0開始 這有時候對一般程式 剛開始撰寫的人 真的是很不容易習慣的一件事 因為你一定會小1或是多1 OK 那不過呢 你轉個外也沒關係 從1開始 只是說把0避開就可以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你會發現 我們先產生亂數 然後呢 在File E-mail號 做什麼呢 讓它輸入 輸入之後再做判斷 如果是對的話就break 有沒有 那如果把它改成什麼 那個猜拳遊戲的話 有點類似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是把它改什麼 一個random 然後呢 只是說呢 我是 把那個剪刀石頭布的這個文字 把它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那將來的話呢 我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數字去存取 那一樣 避開第一個 就是0的部分 從剪刀就放在1裡面 剪刀石頭布 然後多一個串列叫b-list 好了 這個自己取個名稱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電腦出題 有沒有 random一個 比如說 你從那個1、2、3 然後最random range的話 1-0.4 然後就從裡面抓一個8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呢 你在出什麼 那這裡的話 我想了一個方法 因為 之前不知道說要怎麼 跟使用者互動 所以我就想一個方法 1的話是代表 剪刀 2、石頭 3、布 那最後多一個4 因為呢 你一直玩嘛 玩到最後的話 他一定會跳出 誰輸誰贏誰輸 那最後一定要離開嘛 所以我就試著離開 OK喔 所以我們來看看 那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地方 是會有一個bug 什麼bug 比如我這邊的話 假設按照 它底下就判斷嘛 輸入完之後 4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 退出遊戲 break OK沒問題 那如果兩個相等的話 那就怎樣 那就是平手 那如果是什麼呢 當底下有幾種情況 比如說我 M的話是我嘛 S是電腦嘛 那也就是說什麼情況下 我會是贏的狀態 那就是什麼 他出剪刀石 他出石頭 我出什麼 剪刀石頭 我出石頭 然後呢 電腦出剪刀嘛 有沒有 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什麼 我出剪刀 他出布嘛 第三種是呢 我出布 他出石頭嘛 反正就 不外出這三種嘛 有沒有 那 我把我這三種列取 然後中間加一個偶 記得喔 刮斧起來 也就是第一種 或第二種 或第三種 把這三種抓出來之後呢 那我是贏的狀態 反之的話呢 底下就是什麼 如果我是出什麼 我出石頭 他出布嘛 然後椅子 後面還有兩種 把他抓出來之後 那就表示我輸了 來判斷說 輸跟贏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真是理論上看起來沒錯啦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喔 會有一個地方 會是個漏洞 什麼地方呢 看得出來嗎 我先執行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執行 然後這邊已經跑了 我先輸入什麼 輸入1 那我就出剪刀了 OK 那他出什麼呢 我不知道 電腦出 剪刀平手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 再出什麼 剪刀石頭 我出2 Enter 欸 剪刀 電腦又出剪刀 你又贏了 我要出 再出石頭 我又贏了 有沒有 我再出石頭 我又贏了 我永遠都會贏耶 為什麼 其實主要喔 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應該喔 寫的位置不正確 哪裡呢 有沒有看出來了 電腦出題這裡 有沒有 因為呢 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File回圈的外面 那變成說呢 這個變數永遠都不會被變更 也就是他永遠都出什麼 永遠都出剪刀 有沒有 所以呢 假如說你希望怎麼樣 他 只要沒跑一次 那就更新一下 他出哪一種 有沒有 那你必須怎麼樣 把那個什麼 初級有沒有 記得喔 一定要放在哪裡呢 快要回圈的下面 這樣才會正確喔 不然的話他永遠都出一樣的 那當然你就等於可以作弊了 OK喔 那當然 所以這個地方喔 記得喔 我雲端上其實有放 所以應該什麼 可以把這個 快要一冒號這個下方 把電腦出題的這個部分 把它放掉這裡 用搬移的好了 然後記得呢 把它按個TAB鍵 讓他下一階 OK 這樣的話呢 他就變成每一次呢 他就 乱數再 重新抓一個 這個 他出的那個 剪刀的布又不一樣 所以 我把它停止 然後重新再run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我再出一下 我出剪刀 平手 那我出石頭 我這一次會不會又贏了 再Enter 我怎麼又贏了 再出石頭 會不會又贏了 看一下 我把城市已經放 畫有一帽號 他在這裡 出 不會吧 不會這麼巧 他應該是 Mr.Randon 再把它重新再出 沒有啦 其實是巧合啦 我想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喔 明明改了 我再出 平手 他又出剪刀 他這麼喜歡出剪刀呢 沒有他出布了 他其實會換 OK 所以有時候 還是要再往下走啦 不然你 情況不是我改了嗎 我一直懷疑 懷疑自己 其實沒有啦 是因為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利用我剛剛講的部分 應該這個城市邏輯不複雜 那可能比較容易出問題就是 之前我們 Randon Range 或許是寫在File返念外面 那這個地方一定要寫在裡面 否則的話呢 他不會每一次都 又出不一樣的拳 OK 另外記得喔 因為我這個 4的部分 就是要離開 所以最後記得 如果你要離開城市的話 不玩的話 你一定要輸入4 Enter才可以 要不然的話 你就按那個 控制台的 右上角這個停止 否則的話 他會一直跑喔 4 退出遊戲了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O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喔 我們用了用去喔 其實 基本上喔 都是利用File返圈裡面 結合什麼 結合那個邏輯判斷 那在邏輯判斷 前面就是都做什麼呢 都做了比如說 亂數 如果你要玩遊戲的話 一定會有個亂數 然後一定會有擬出的 所以其實喔 像這樣的一個範本喔 你們可以自己再想想看 像之前講過那個什麼 拆幾A幾B的那種遊戲嗎 或者是說呢 其他相關的 不妨喔 可以改改看 其實喔 都可以改出你要的這個效果 甚至的話 你要做像剛剛那個MindCIN 其實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 線上測驗系統 其實也是類似的概念喔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這個程式是我之前 教Java時候的 這個版本 只是說 以前 那個有參考別 那個日本人 有一本那個 明解Java 他其實寫得好複雜 他那個工程式喔 程式碼 至少寫得 看至少30行以上吧 後來我想一想 好像有些地方不用寫這樣 我看真的不同的人喔 寫出來的程式 真的結果也不一樣 我是希望說 能夠把它精簡再精簡 所以有些地方 我就會用 相對比較精簡的邏輯啦 OK 所以喔 至於要怎麼 當然你也可以再把它精簡 想想看喔